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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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連身短裙過膝長靴 身上還披著紅色大衣 在這個疫情越來越嚴峻的時刻 雙胞胎名模張家瑜 就這樣沒有戴口罩 大方的走在路上 一點都不奇怪 身高182公分的他 在人群中總是格外顯眼 旁邊還跟著另外一名男性友人 似乎幫他背了皮包 這護花使者的工作 做得也是相當到位 只是換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護花使者的手 而輕搂著張家瑜的腰 身為已婚人妻的張家瑜 似乎對此感到相當自然 為了解決行中的疑惑 狗仔哥哥們繼續跟了下去 男性友人自己進入超市 買了一罐東西出來 來來來我們幫大家 放大一點看清楚一點 原來是男性專用的沐浴乳 而且還是茶宿清爽配方 相當講究 是說這名男性友人到已婚之父 加過夜還自備沐浴用品 這兩人的關係 相當神秘啊 相比之下 身為張家瑜正牌勞工的髮型師 Ivan被本堪捕到的畫面 確實相當相當落寞 在髮廊工作的空檔 就是到陽台抽煙 那抽的應該是種寂寞吧 而且當Ivan離開髮廊之後 回到木柵住處 而非張家瑜在大安的住宅 但只能說鑽石橫糾圓 卻不能幫愛情保值 這段曾經令人羨慕的婚姻 現在看來終究是回不到過去的美好